打開木碼控制程式 好 然後 建立 建立木碼 建立會連到我這台電腦的木碼 好出來就 就他 然後這台是虛擬機 裡面已經裝了最新版的那個360 就是360殺毒 已經裝了最新版 然後把它丟進去 然後 點兩下讓它執行起來 然後我的監控程式它等一下就會連到 虛擬機跟我外面這台電腦其實是 要把它當兩台不一樣的電腦 然後現在就連到 現在就連到 我現在連到裡面的台 然後呢 我要做它對話功能做操作 可以看 像這個 這裡嘛按這個remote desktop 就是我就可以看到對方的電腦 START 按START 就可以看到對方的電腦 我看到對方的電腦 這邊按下去是滑鼠控制 然後跟鍵盤控制 如果按下去的話 360是會叫它會跳警告 然後就先關掉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 可以看 這邊就可以看它 它瀏覽器如果有記錄一些密碼的話 這邊就可以 這邊這個功能 Possible Recovery就可以看到瀏覽器裡面存了哪些密碼 什麼網址啊 帳號跟密碼都在這邊 對 那就這樣 如果要關掉 到時候如果下很多台的話 這裡 這裡會列出好幾個 這裡會列出好幾個 就這樣 啊 對呀 用到現在其實360 360它沒有叫 360都 360都沒有叫 不要特地去按右鍵去掃描 因為它會送到雲端去掃描 所以一定 一定會 一定會被抓到 那如果 它就只是平常放著當成 一支城市這樣子 點兩下起來 360就抓不到 TENSEL 1 1 1 2 9 1